证交所是揭示了去年国内上市公司全体员工的薪酬资讯 以平均员工的薪资来排名 第一名是建材营造公司叫爱山林 每人均薪是552.6万元 第二名是电子零组建业叫做连德 而均薪有522.5万元 至于前十名当中其实有四家是半导体业 而根据证交所的资料 去年平均员工的薪资 之前十名一岁是爱山林连德三商连八科连友 台华投控还有情意控划顾创意以及香硕 至于护国神山台积电市与军薪273.7万元 排在第24名 下载静新闻APP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敬善敬美静好新闻